大媽幾分鐘 因為大匪要求 馬來西亞這裏 都可以報一下近況給你們聽聽 大家可以從影片看到 現在就是馬來西亞馬來人的開齋節 開齋節就是他們 晚上到晚上之前 他們是不可以吃東西的 要到晚上才可以開齋 即是吃東西了 這段時間他們就要捱餓了 但是呢 發生了一個事件就是 大家知道疫情的關係 所以馬來西亞華人 新年、大日子、清明 都不可以召集在一起 連吃田園飯都不可以 但是對他們自己馬來人的 所謂的大日子 就開通給他們 你們可以看到 那些人車水馬龍 是混雜到不得了 所以其實情況是很危險的 所以華人呢 就很不滿意這個狀況 為什麼他們華人就要受限制 馬來人就可以這樣開通 其實這方面 大家可以從多方面去想 其實如果他們限制華人 我們就減低了風險 馬來西亞華人在各地 不同的地方做工作 如果全部都回來召集在一起 感染病毒就大大提高 但是 馬來人這樣聚集在一起 風險不但提高 其實如果他們 真的有感染的機會 到時真的大家一窩熟 其實這些事件 你可以看到華人和馬來人的 其實種族心態一定存在 那 其實如果政府給華人 清明華人新連海召集在一起 他們都會一樣不滿意 你想我們死嗎 召集在一起 是嗎 不讓你們召集 他們就說你們不公平對待 所以華人和馬來人 這些事件 其實存在很多分歧 其實我給大家看 在人流方面 完全沒有限制 不過事實上 政府也公佈了 會取消MCO 即是說 因為他們說 感染的人 大部分都在工廠內的人 大都市生活 就不會再有限制 食物以待 拜拜